第1641章天助我也 暗影战暴一刀挥斩而出 也没指望着能够抵挡沈洛十一柄飞剑 当即身形一闪就朝一旁闪避过去 朝着一根石柱后落去 脚心脚下 就在他即将落地的时候 一声几乎突然传来 暗影战暴听到乌罗的提醒 心中一个机灵 身形连忙一个翻转 朝着远处掠去 他脚下的阴影突然扩张开来 想要将他吞没 只可惜范围有限 没能追到 暗影战暴落地之后 回头看过来 才发现失灭采珠江坤伦静的黑暗之欲 藏在了石柱的阴影中 自己若是没有及时躲避 很有可能就会根延列落得一个下场 不禁后被冷汗淋漓 他这边才刚躲过一劫 另一边悬火神鞠就没那么好运了 沈落的十一柄纯阳飞剑 齐齐向他掠去 迸发出数百道剑光展向了他 全火神鞠眼剑躲闪不及 立即抬起一掌朝前拍去 其手掌探出的同时 已经化作了一只乌黑马蹄 表面虚光笼罩 化作一个更加巨大的乌黑蹄印 砸向那些剑光 一阵碰撞之声乱响 所有剑光被纷纷打散 那乌黑蹄印也被剑光斩得七零八落 全火神鞠手臂上鲜血泵射 已然出现了大量伤口 他吃痛之下 就欲退走逃离 可开明天兽也已经赶了上来 只见其张口低盈 便有阵阵声波不断从口中激荡而出 一股无形的压制之力 顿时铺展开来 全火神鞠身形一致 已然慢了一步 神落却是丝毫不受影响 身形急闪而来 伸手就去抢夺 全火神鞠手中的黑色葫芦 眼看黑色葫芦即将到手之时 一阵强大的法力波动忽然袭来 滚滚强烈的力量如潮水一般汹涌 当即将开明天兽的音波冲散开来 与此同时 一柄黑色短锥也是瞬间从后方突袭而至 直奔沈落后心 匆忙之下 沈落只能暂时放弃抢夺葫芦 身形扭转夺闪开去 在他身后的乌罗 在释放了这强力一击之后 口中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也是不由一顿 差点亮枪摔倒 那柄黑色短锥有些失控第一篇 直朝着玄火神居怀中的黑色葫芦打了过去 砰的一声爆响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那硕大的黑色葫芦净音声爆裂 碎片四散炸裂开来 一股股浓郁无比的黑色狼烟 顿时从爆裂的葫芦中四散涌出 一片浩然死气也随之蔓延开来 无数忧绿光点从其中飞掠了出来 狼烟弥漫之处 点点忧绿光点膨胀 顿时化作无数灰白色的死魂 全都簇拥在了一起 没有方向也没有意识般的在大殿中游荡起来 随着膨胀的忧绿光点越来越多 大殿里几乎已经被无穷无尽的灰白死魂填充 沉落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 只感觉稍一用力 那些贴在自己身边 飘渺如烟般的死魂 就会被自己吸入鼻腔 莫名有种窒息之感 绞心些 这狼烟有迷魂效果 聂采珠忽然高声呼喊道 她的话音刚落 却有一阵狂笑之声传来 哈哈 居然是死魂之狐 真是天助我也 说话之人 恶然正是乌罗 此刻 此女全然不顾伤势 倚靠着一根石柱站立而起 双袖一抖 两只袖袍无风自骨 内里赫然浮现出两团乌光漩涡 伴随着一阵呼啦啦的风声响起 其袖中两团漩涡飞速旋转起来 泥漫满屋的烽火狼烟和拥挤飘荡的无数死魂 顿时被漩涡吸取而去 神洛凝神望去 赫然发现乌罗在疯狂吸取吞噬这些死魂和狼烟的同时 身上伤势竟然快速恢复了起来 气息也在一点一点回升 彩珠 快用昆仑净灭了乌罗 神洛一声爆喝 好 灭彩珠忙硬了一声 就朝乌罗冲了过去 神洛心念一动 立即一挥手 万鬼翻顿石铺盏而出 翻面哗啦一盏 表面顿石亮起一片乌光 竟然也如乌罗一般 开始疯狂吞噬起 弥漫四周的烽火狼烟和死魂 藏身在万鬼翻中的鬼江照飞己 根本不用沈落提醒 就已经开始运转起自身轨道功法 疯狂吸收起涌入的狼烟和死魂 另一边 乌罗眼见灭彩珠催动着 昆仑净赶了过来 两只大秀再刺一卷 将殿内几乎半数的黑烟和死魂卷入其中 然后身形一转 直接顿出了大殿 全火神君和暗影战暴也紧随其后逃了出去 太明天受试图阻止 却没能成功 不用追了 沈落喝止了他和聂彩珠 说吧 他一挥衣袖 将殿门重新关闭 全力催动着万鬼翻 将剩余的小半烽火狼烟和死魂全都吸纳一空 随着滚滚黑烟全都涌入万鬼翻中 之前有些受损的万鬼翻 此刻鬼气暴涨 散发出来的波动 竟然比之前玩好之时更加强大 看着眼前的一幕 太明天受语言又止 怎么了 沈落健壮 问道 方才应该趁机将乌罗面杀掉 那思权走如此数量的死魂 只怕不但伤势会尽数复原 实力也极有可能会增长不少 后面再想要对付他 就更难了 太明天受说道 乌罗的实力远不止我们看到的那些 方才他受伤时还能爆发出那么强大的力量 摧毁你的音波压制 就足可看出他还有隐藏手段 我们若是眼下就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只怕会被车青天作收余力 不划算的 沈落解释道 太明天受闻言 思量片刻 也觉得沈落说的有道理 这才释怀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也再稍作修整片刻吧 沈落说道 涅彩珠和开明天受闻言 各自盘膝坐下 服用了丹药 开始打坐调膝起来 沈落却没有闭目打坐 而是静静看着一旁的万鬼翻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过了许久 万鬼翻上忽然发散出一阵强烈波动 还在打坐调膝的涅彩珠两人都先后惊醒过来 两人面露疑惑 纷纷朝沈落头来询问目光 沈落正要解释之时 万鬼翻上忽然有一团黑雾涌出 一道人影从中浮现 却是鬼将赵飞己 第1642章心中的指引 此时的赵飞己浑身杀气内敛 鬼气不显 不管是面色还是身形气质 看起来已经与常人无异 只是一双瞳孔里好似有古井深渊 凝聚着浓郁的黑暗 恭喜啊 成功进阶真仙中期 看这样子 距离后期也不过半步之遥了吧 沈落上下打亮了赵飞己一眼 很是满意的说道 全爱主人帮持 否则这中期瓶颈 我一时半混孔也难有突破 赵飞己双手一抱拳 攻身行礼道 是我们运气好 也是你的造化 沈落笑着说道 眼下总算能帮上主人些忙了 不至于拖主人后腿了 赵飞己面露暖色 由衷说道 不急 你先继续在万鬼番中调息 稳固一下境界 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自会换你出来 沈落说道 赵飞己略意犹豫 还是点了点头 转身又回了万鬼番中 原来沈道友还有一员虎将 开明天寿说道 沈落文言 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解释什么 三人在此停留片刻 沈落也服下丹药条西之后 才起身离开了 走出大殿的三人发现 外面的景象在此发生变化 道路四处交错 他们也已经出现在了山峰右边的山巅处 接下来 去哪边 聂采珠问道 沈落举目远眺 凭借着对自己留下的剑气感应 找到了先前已经探查过的几座大殿 将他们全都排除在外 挑选了一座距离自己最近的大殿 先去那边 沈落抬手一指 说道 说吧 他便当先迈步 朝那边走去 只是还没走出两步 沈落突然眉头一皱 停在了原地 怎么了 聂采珠和开明天寿不明 所以也都纷纷停了下来 看向沈落 沈落没有答话 只是从秀中取出逍遥镜 稍一催动 就打开了一座白色光门 紧接着就有一道人影从中走了出来 证实周铁 周铁现身之后 原本有些迷茫的双眼 忽然亮起两道光芒 脸上也随之浮现出一阵急切之色 左右转动着脖子 不断朝周围打亮过去 你说你感应到了什么 沈落开口询问 不知道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让我赶紧去到他那边 周铁眉头紧皱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话说完 也不管沈落三人做何反应 他就迈开步子快步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沈落三人对视一眼 也立即追赶了过去 你要去哪里 沈落连忙问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只是有个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悠 让我跟着他的指引走 我必须去 我必须跟着他 周铁一边说着 脚下动作却没有停 只是他很快就偏离了临间小路 竟是一头扎入了命名当中 沈落三人见状 立马上前阻拦 这里面可不能进去 一旦迷失方向 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走出来的 开明天收看向沈落 皱眉说道 沈落文言 陈吟片刻 问道 周铁 你脑海中的声音 让你去这里面吗 是 他让我进去 让我必须进去 你们别拦着我 我得进去了 他在等我 周铁一脸焦急之色 连连点头道 沈落眉头紧簇 有些犹豫起来 会不会是那个乌罗搞的鬼 涅彩珠问道 不太像 乌罗即便想要控制他 也不能将神念渗透进入逍遥境内 况且绕这大的弯 也实在不太合情理 沈落摇摇头说道 沈道友 你想清楚 一旦我们迷失在林中 之后即便能够走出来 只怕也会耽搁了时间 难保不会被其他人截足先登 找到真正的天眼宫 开明天寿说道 是出不会无音 我觉得还是跟他走一趟吧 沈落沉吟良久 还是说道 说吧 他也不再阻拦周铁 任由他在前面走入了密林当中 沈落有了决断 其他两人也不再多说什么 也都跟着周铁走了进去 周铁走在密林当中 也不见有什么特定方向 每每走出几十步就会换个方向 再走几十步又会换个方向 看起来毫无规律可言 沈落三人跟在他身后左穿右拐 走了约莫半刻钟 却依旧没有走出山林 反而像是遇到鬼打墙一样 在里面来回转忧 沈道友 不能再跟着他这么乱走了 我们这半天几乎都是在兜圈子 已经绕了不下六圈了 开明天寿栏下沈落 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也一直在观察 周铁走的路径的确是一直在绕圈子 不过这里情况不太一样 你可能没注意到 他每绕一次 我们虽然仍是在林中 可林内的景象却都有所不同了 沈落拨开他的手 继续跟着周铁 一边走一边说道 沈没意思 开明天寿不解道 你没发现 我们身边的林木越来越密集了 树木的颜色也越来越绿了 聂彩珠确实明白了沈落的意思 指着周围的树木 说道 开明天寿文言 恍然大悟道 你们是说 我们虽然是在一直兜圈子 但周围环境其实在一直变化 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行境中 不错 眼下我们是在山林中 看不到外面的景象 但实际上是一直在向下走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应该已经到了半山腰 沈落说道 半山腰 半山腰可没有宫殿 开明天寿文言 连忙说道 他的话应当落 走在最前面的周铁 却突然停了下来 沈落三人也随之走上前去 就看到周铁一脸茫然的站在原地 双目无神地指示着前方的一排高耸的树木 他这事 开明天寿一获道 沈落见状 微微皱眉 抬起一根手指 朝着周铁身前的虚空中轻轻一戳 呼的一下 鸡人只觉得眼前一阵模糊 好像有一张巨大幕布被忽然拉开 眼前豁然开朗 所有林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平坦宽敞的崖坪 崖坪靠着山壁的一侧隐蔽处 赫然助力着一座宫殿建筑 周铁率先朝着那座宫殿走了过去 沈落几人也跟着来到门前 稍一探查 就感觉到店门上有阵阵尽致之力散发 第1643章不速来客 这座出现在沈落等人面前的宫殿并不怎么高大 外观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实在平平无奇 周铁不断召唤你的东西 莫非在这座大店内 沈落看向周铁 问道 周铁没有回答沈落 静止朝大门走去 没有丝毫迟疑 一步踏入紧闭的白色门飞 门上泛起丝丝白光 仿佛水波般荡漾 周铁好像穿过了一道水帘 没入大门的部分就这么消失在了大门内 沈落眼睛一眯 立刻抬手挥出 一道荧光脱手射出 正是神鼠 在周铁身影尚未完全进入前 打在还在荡漾着白光的大门上 然而和周铁不同 神鼠刚碰到大门 便被一股白光阵飞了回来 口中发出一声惨哼 一旁的念采珠急忙一抬手 发出一股柔和灵光 拖住了神鼠 这是怎么回事 他先检查了一下神鼠 见其无碍后看向沈落 沈落面露沉吟之色 片刻之后手掐剑绝 送念咒语 九柄纯阳剑从他体内垫射而出 滴溜溜旋转后凝成一体 化为一柄十余丈大小的赤色巨剑 动发出强大之极的剑气 正是九剑合一神通 他随即又掐绝一点 巨剑上泛起数种熊熊天火 彼此交织 让巨剑威势再度大增 以披山开海之势 斩在了白色大门上 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冲天红光淹没了宫殿的大门 几个呼吸之后 红光才消散 显露出里面的情况 燃烧的巨剑被大门上的白光轻易挡住 后面的大门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好厉害的禁制 如果我猜测没错 这里恐怕就是真正的天眼宫 沈落收回去剑 也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 缓缓说道 真的 表哥为何这么觉得 莫非是因为周铁 涅彩珠眼眸一动 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 直觉吧 反正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不如先尝试破开此地禁制再说 沈落缓缓说道 也是 不过这大门上的禁制非常坚固 九剑和一一也无法撼动分毫 用蛮力破镜恐怕无望 你们退开一些 我用昆仑镜试试 涅彩珠焊手 记起昆仑镜 昆仑镜还有破镜效果 沈落差异问道 昆仑镜内寄宿着西斯祖物的黑暗之力 黑暗之力的本质是吞噬一切的无限引力 对禁制自然也有用 只是这大门上的白光禁制玄妙 我对昆仑镜的操控还不是很熟练 未必能破开 暂且一世吧 涅彩珠说道 沈落点点头 和开明天寿朝旁边退开一段距离 涅彩珠口中念念有词 催动起昆仑镜 镜面顿时黑光大放 化为一团黑影笼罩在了整座大门上 凝成了黑暗之玉 无声涌动起来 天眼宫大门周围的空间似乎都被黑暗之玉牵引 向内微微凹陷下去 大门上面的白光禁制闪动不已 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沈落眉头一皱 正要唤醒逍遥境内的火灵子 以借其手中的鼓悬心盘尝试破镜 有人来了 开明天受耳朵移动 突然望向悬崖路口 说道 沈落闻言神色微变 看到涅彩珠还在专注施法 没有施法藏匿起来 翻手取出无火器秦善 也望向那里 一阵脚步声响起 刺到身影从远处现出身形 却是车青天和三具黑色骷髅 刺人头顶悬浮着一枚持许大小的巨型紫色浮露 上面燃烧着某种诡异的紫色火焰 不知是何种浮露 浓郁的紫光从浮露上面扩散开来 形成一层深紫光幕 抵挡住天上落下的灭神圆光 发出密集的劈啪之声 沈落本以为是乌罗再度带人前来 没想到来人会识车青天 威感错愕 沈落 是你 车青天也看到了沈落 满脸猙獰之色 灰手寄出绿 紫 黄 白四剑 便要扑上来 沈落如今实力大涨 之前也已经和车青天交过手 没有任何畏惧 扫了那三具骷髅一眼后 直接寄出了玄黄仪器棍 便要迎战 两位 且慢动手 一道黑色身影凭空出现在二人中间 两手各自撑开一道黑色光幕 将二人隔绝开来 却是三具骷髅之一 悠权 你做什么 这几人是我的敌人 也是你们的敌人 一起杀了他们 车青天立声喝道 但脚步还是停了下来 沈落对于骷髅突然开口也颇感惊讶 暂时停手 车道有 幽某不管你们之间有何恩怨 如今一切以取宝为重 是否要动手 我来判断 悠权淡淡说道 不错 车道有你何必激动 红枯闪身出现在悠权身旁 黑黑一笑 锦绣看了沈落一眼 眼眶内惊艳隐隐跳动 也飞射到悠权旁边 却没有说话 车青天谋中力气一闪 随即强忍了下去 收起了四柄大剑 沈落看了几人一眼 也缓缓放下了玄黄仪气棍 想要看看对方究竟要做什么 阁下便是沈道有八 我听车青天提起过你 说起来 几位如何知道这里便是真正的天眼宫 悠权看向沈落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沈落听了这话 眼神微微波动 这悠权空楼如此说 看来他之前猜测的没错 这里确实便是真正的天眼宫 此时聂采珠也已停止了破镜 召回昆仑近户驻三人 开明天兽更是早已蓄世待发 由其紧盯着三具骷髅 眼中满是敌意 他乃仙家神兽 天生厌恶妖魔气息 只等沈落开口 立刻便冲上厮杀 我自有办法 几位也是为了这天眼宫而来的吧 此处被高明禁止保护 不将其破开 休想燃止里面珍宝 诸位是想要先打一场 还是破开禁止在战 沈某全都奉陪 沈落心念转动 冷声说道 玄黄仪器棍上再次泛起金光 他身旁虚空波动一起 八柄纯杨剑同时出现在他身周出现 滴溜溜盘旋飞舞 强大剑气席卷开来 将周围虚空割裂得泛起阵阵扭曲连衣 如今宝物还未出现 我等盲目交手太过不至 不如先暂且放下过往恩怨 联手破开禁止 在各凭本事争夺里面的宝物如何 优全对沈落表现出的强势并不在意 呵呵一笑地说道 第1644章诚意 联手 沈落眉头一皱 面上神色丝毫未动 刚刚和乌罗共同行动 立刻被其暗算 虽然他事先已经有所准备 并未吃什么亏 可现在实在无意和其他人在谈什么合作 只是优全接下来的话 让他不禁动容 老夫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幽全 这两位是红枯和锦绣 看你们的样子 似乎对这天眼宫外的禁止一无所知 实不相瞒 我等对此地禁止道是略知一二 也准备了破禁之法 只是此处的面神员光实在惊人 我们的这美子文化灵符无法长时间抵挡 因此想要借助几位的昆仑境之力 等打开大殿大门禁止后 我们各凭本事争夺里面的东西 这是双赢之事 神道友如此聪颖之人 想必不会拒绝吧 幽全侃侃而谈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知晓此处禁止的破解之法 神洛瞳孔一缩 深深凝视几人 问道 神道友你们又是何人 来到此地想要取什么宝物 幽全不打反问道 神洛和幽全彼此对视 都没有说话 你们先说说此地禁止情况 以及破解之法 若是你们真的知晓此处禁止 和你们联手也不是不可以 神洛放缓了表情 说道 神道友不问 幽某也会详述 此处禁止名为太玄霞光 乃是一道上古禁止 由33层太玄禁止组合而成 想要破禁必须一层层破开 我们带来了破解太玄禁止的方法 只是需要花费颇长时间 这才想和阁下联手 幽全眼神一喜 立刻说道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几位不如先施法破开一层禁止再说 神洛挥手带着聂彩珠和开明天寿向后退开 让出了大门前的空地 神道友还真是小心谨慎 好吧 为表诚意 我等就施法破开一层禁止 动手 幽全无奈一笑 转身对另外两句骷髅说道 红枯 锦绣 以及车青天二话不说 在大殿前空地飞快盲目起来 取出一件件震齐震盘 布置起了一座法阵 神洛对此种上古静置之道并不精通 看了几眼并无头绪 便收回视线 盘算起了眼下的警示 幽全等人布下的大阵异常复杂 足足花了小半个时辰才完成 大阵呈现四方形状 由紫黑两种颜色阵纹组成 似乎是双阵叠加 大阵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心位 幽全等四人各占一位 口中念念有词 整座大阵嗡嗡运转起来 绽放出浓郁的紫黑色的光芒 这么长时间过去 几人头顶的紫色浮露缩小了近半 散发出的紫色光幕也比之前单薄了很多 神道友 你当真要和这几个魔族联手 开明天寿靠近沈洛 传音问道 开明道友有何高见 沈洛看了此寿一眼 回道 高见没有 只是魔族之人居心叵测 定然会在联手中途算计我们 不得不防 开明天寿提醒道 这个自然 只是这大殿禁止坚韧 单靠我们实在没有把握破解 暂且先和他们联手破开禁止 再做计较 神洛传音说道 开明天寿文言 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此刻 四方法阵彻底运转开来 绽放出冲天紫黑光芒 将大殿外的一切都映照成紫黑颜色 幽泉四人豁然睁眼 同时掐绝点出 四道粗大紫黑光芒轰然射出 打在天眼宫大门上 大门上的白光似乎受到了刺激 猛的增厚数十倍 细看之下便能看出白色光芒 是由数十层细小进制组合而成 同时闪动不已 仿佛一个整体 幽泉见此 手中法觉变幻 四道紫黑光芒立刻分裂开来 划围上百道细小的紫黑光芒 打在白色光芒上仿佛钉子般钉入 第一层白色进制内 第一层进制的光芒顿时凝固 不再闪动 但也没有减弱消退 幽泉咧嘴一笑 翻手取出一物 却是一只黑色骷髅头 用力一捏 碰得一声轻响 黑色骷髅头碎裂开来 化为一片黑色粉末 飘落进紫黑法阵内 黑色粉末立刻燃烧起来 化为无数细小的紫黑色灵火 在幽泉掐掘一影之下 朝大门进制飘飞而去 打在最外面的那层白色进制上 这些紫黑灵火不知是何物 白色进制和其一碰 立刻飞快燃烧起来 只片刻功夫便被烧得千疮百孔 显然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消弭 沈落看到此幕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一 腐灵灵火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却是火灵子 火道友 餐悟法阵完毕了 沈落心下一洗 谁时没入逍遥境 火灵子果然已经醒来 嗯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天眼宫第五层 怎么和几个魔族搅合在一起了 火灵子问道 沈落没有隐瞒 将遇到车青天和悠权等人的经过 大致说了一遍 这车青天果然有问题 和魔族勾结在一起 你和他们联手 要千万当心 火灵子冷哼一声 说道 我明白 只是眼下要破开天眼宫禁制 不得不和他们合作 千不说这个 你刚刚说这些火焰是腐灵灵火 可有什么需要注意之处 沈落先点头 而后问道 那倒是没有 此火是上古时期一个盗墓为主的 宗门感失派研究出的神通 具有腐蚀禁制的功效 只是此神通祭炼起来非常阴损 你刚刚看到的黑色骷髅头名为腐灵炉 需要用智音之人的炉骨炼化而成 要达到腐蚀泰玄禁制的效果 起码也要上百枚智音炉骨方可 炼制期间还要加入大量神魂 大伤天和 所以这个敢失派兴起后 不久便被各大宗派联合围剿 所有功法典籍也被焚毁 想不到腐灵灵火的炼制之法 竟然流传了下来 火灵子冷哼道 显然对这个敢失派非常厌恶 沈洛听闻此话 尾头也是微皱 心中念头转动 此时 白色静置在紫黑灵火的燃烧下 终于彻底溃散 消耗殆尽 沈道友 如何 又全转头朝沈洛看了过来 问道 第1645章禁锢 很好 几位继续加厉破阵 抵挡涅神元光之事交给我们就是 沈洛收敛思绪 点头说道 对涅彩珠使了个眼色 涅彩珠会议 掐绝一摧坤伦静 更多黑气从静面飘飞而出 将忧泉四人也笼罩其中 离挡住落下的面神远光 四人面色都是一松 继续催动法阵 破解大门禁制 火道友 那都天神煞大阵 不知你参悟的如何 是否可以炼制一套出来 沈洛有些迫不及待的传音向火灵子问道 你当都天神煞大阵是那些大路或阵法 这可是太古第一凶阵 随随便便就可炼成的话 还能被称为第一凶阵吗 火灵子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说道 那火道有你的意思是 沈洛问道 你给我的阵图并不完整 不过这道没有什么 我已经在着手改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材料 此阵需要炼制12面都天正齐才可施展 逍遥禁里有不少上家的因属性名材 再加上你给我的那些巫族材料 差不多可以炼制一面都天正齐 现在还缺11面正齐的材料 能否炼制出都天神煞大阵 就看你小子的能耐了 火灵子哼哼唧唧的说道 逍遥禁内那些因属性名材加上巫族材料 只能炼制一面正齐 沈洛听闻此话 愣在了那里 那当然 这可是都天神煞大阵 火灵子淡淡说道 沈洛沈默在了那里 好一会才恢复 微微苦笑起来 看来自己太小看都天神煞大阵了 一面都天正齐就将他的家底几乎耗光 还有11面正齐 要到哪里去寻那么多因属性名材 算了 慢慢收集材料吧 反正也不是立刻要用这做大阵 沈洛欣下暗道 看向了悠权等人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经过了三天三夜 在悠权四人的权力施法下 天眼宫大门上的太玄禁制 33层差不多禁数破开 如今只剩下薄薄一层白光 仅剩两层禁制而已 悠权四人全力催动四方大阵 比一开始粗大了很多的紫飞光柱打在上面 盯住外面那层禁制 四人各自取出一个黑色骷髅头 融合法阵之力 形成一片片子黑灵火 焚烧太玄禁制 然而最后这两层太玄禁制 看起来比之前的坚固得多 四人接连使用了好几个骷髅头 也只将太玄禁制 烧毁了浅浅一层而已 距禁彻彻底焚毁还差得远 太玄禁制不愧是上古大阵 非同一般 恩以为用不到那东西 现在看来不用不行了 幽权低碳一声 拂袖一挥 一道雪光闪过 他身前浮现出一个雪红色的骷髅头 比之前的骷髅头大了背许 通体闪动着幽暗的雪光 枕落瞳孔微缩 神色斗变 这个雪色骷髅头内蕴含丝磨气 而且并非是寻常磨气 竟然是吃油之力 幽权用力一捏 雪色骷髅头也爆裂开来 化为一团雪色粉末 和地面的四方法阵相容 化为无数雪色灵活 打向大门上的禁制 做好准备 等禁制一破 我们立刻便进去 神洛传音和涅彩珠 开明天兽说道 开明天兽面上闪过一丝惊讶 大门上的禁制还有两层 最后一层定然更加坚韧 沈若这么确信幽权能破开 虽然疑惑 但开明天兽还是做好准备 随时突入天眼宫 雪色灵活打在大门禁制上 泰玄禁制立刻剧烈燃烧起来 第一层禁制眨眼间便被烧化 雪色灵活还剩下大半 继续朝最后一层禁制扑去 一声大响突然炸开 耀眼的雪光从大门上爆发 更有一股怒涛般的力量夹杂其中 打在殿外所有人身上 幽权四人所在的四方法阵光芒大放 雪光和其一碰遍自动从两侧流淌而过 但沈若三人却被雪光冲个正着 立刻施法相抗 然而一股诡诀 阴冷气息抢先一步从雪光内涌出 侵入三人体内 涅彩珠和开明天兽 全身立刻麻痹起来 一点力气也用不出来 法力的流动也几乎凝固 身体被朝后面震飞出去 沈若的体内也被这股阴冷气息侵袭进来 丹田内的纯阳剑立刻颤动起来 爆发出一股浩大的纯阳之力试图抵挡 然而那股阴冷气息不知是什么力量 竟然轻而易举便冲破了纯阳之力 侵入他体内经脉 沈若的身体顿时也变得麻痹无比 正要全部变得如同涅彩珠和开明天兽那样 丹田内突然再度移热 一股灼热之力爆发 却使那冰斩魔残剑 将侵入的阴冷气息驱散了不少 停滞的法力恢复了小半 为了镇压体内磨气 他一直将斩魔残剑放在丹田内温养 想不到今日发挥了作用 沈若眼中一喜 正要催动斩魔残剑彻底驱除体内的阴冷之力 他右手的法脉突然颤动起来 发出一股犀利 飞快吞噬起这股阴冷气息 他已经立刻探向右手法脉 很快发现了吞噬阴冷气息的源头 却使那颗存放在这里的黑色种子 吃这东西 沈若愕然 这颗种子存在于法脉内之后 一直没有变动 他几乎将其遗忘 想不到今日竟然再次动弹起来 这股阴冷气息快速减少 沈若的身体不断恢复行动 优全四人眼见沈若他们被禁锢 眼中都闪过一丝笑容 却也没有对四人出手 纵身朝天眼攻大门扑去 可就在这时 下方地面突然绽放出冲天白光 宁成一座白色大阵笼罩住了四人 正是古悬心盘内最强的禁锢类法阵 婚原无极阵 四人好像陷入万丈泥潭 动态一下都觉得异常艰难 飞顿的身形也停顿在了那里 禁锢法阵 优全一惊 虽然不知这大阵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的反应极快 张口朝身周的白色大阵咬去 他的嘴巴爆发出两股幽黑魔光 仿佛一张巨口般狠狠咬在白色法阵上 竟然吃了将一大片婚原无极阵阵纹咬掉 虹空和锦绣也如法炮制 各自咬掉一块阵纹 车青天没有三人的神通 却也拂袖一挥 两根克满眼纹的赤红短毛射出 然后剧烈炸开 化为两团狂暴无比的火焰 打在婚原无极阵上 这两团火焰看似威猛 效果却远不如幽权几人 只阵裂了少许阵纹 不过就算如此 婚原无极阵也被摧毁了小半 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 第1646章情况不妙 幽权四人又猛攻了一轮 婚原无极阵终于被彻底击溃 幽权等人从禁锢中脱困而出 立刻再度扑向天眼攻大门 大门上的雪光已经消散 上面最后一层太玄禁止赫然已经被焚毁 紧闭的大门正缓缓打开 透出丝丝金光 幽权眸中闪过一丝激动 化为一道黑光摄像大门缓缓扩大的间隙 其他三人也是一样 外面的雪光之中 沈洛全身金光陡然大盛 从地上一跃而起 彻底恢复了行动 看到幽权几人马上就要进入殿内 她谋中一急 扶袖向后一甩 一道赤光卷柱开明天兽和涅彩珠的身体 将二者收入逍遥境内 与此同时 沈洛双臂金色雷光大放 滚滚注入脚上的追云竹电靴 轰轰轰大片紫色雷电淹没了她的身体 整个人凭空消失 朝店内顿去 五道身影几乎同时冲入门后的大殿 这是一处类似会客大厅的地方 地面铺着一层淡金色地砖 大厅两边各摆放了一排样式古怪的座椅 而在椅子尽头则是一张两三丈长的黑色暗桌 那些座椅只是普通的紫檀雕花桌椅 黑色暗桌却是不凡 通体又黑晶莹 仿佛万年墨浴铸造而成 一看遍知识宝物 整个暗桌还被一层白光笼罩 透过光照能看到上面摆放着两样物品 是一座灰色小塔和一个血色爪刺 灰色小塔上下五层 看外形和天眼宫一模一样 似乎是天眼宫的缩小板 透出一股若有若无的灵力波动 而那个爪刺却显眼得多 通体闪动着刺目雪光 但此物上空悬浮着一柄金色残刃 看起来是某个宝剑的部分 丝丝缕缕的金光从金色残刃上绽放 形成一个金色光照笼罩住血色爪刺 护罩上面引现金色电弧 竭力禁锢住血色爪刺 但仍然有一股股惊人的魔际波动 从上面传递了出来 五人目光一扫 便看清了店内的情况 立刻锁定了各自的目标 这青天的眼睛死死盯住那灰色小塔 悠权三人却看向那血色爪刺 沉落的视线也落在血色爪刺这边 却没有看那爪刺 而是落在爪刺上方的金色断刃 那金色电弧是轩辕神雷 这股气息 还有这个形状 莫非是斩魔残剑的另一段 他眼中闪过一丝激动 对于斩魔残剑 他是又安又惋惜 此剑克制魔器 持有魔器也能斩灭 可惜残剑力量不足 对付不强的魔器还可以 一旦魔器太多 斩魔残剑便无能为力 这柄断刃看起来是斩魔残剑的另一半 若能将二者合而为一 这柄上古的斩魔神剑虽然未必能彻底恢复 威力定然也会大增 空 五人再度同时射出 化为五道流光铺向暗桌 可他们刚刚飞入但金色地砖上空 身体立刻都是一尘 仿佛被万金巨峰压住身体 技术扑通砸落在了地上 又全三人身体咔嚓爆鸣 直接被砸断了几根胸骨 沈洛和车青天面色也是一白 车青天嘴角甚至流出衣缕鲜血 重力尽致 沈洛面色一尘 全力运转黄亭筋 从地上慢慢站直 只是此地重力尽致实在可怕 以他如今的肉身之力 也觉得体内搭崩暴响不停 仿佛全身骨骼都要被瘾声声压碎一般 不过他这还是好的 车青天也在努力爬起 可始终还跪在地上 站不起来 而优全三人的情况更糟 只是骷髅架子的三人坐也坐不起身 艰难的在地面挣扎 次人勉强运转法力 想要施展顿数离开 中为重力尽致扰乱了他们的施法 都以失败告终 沈洛没有理会四人 全力运转黄亭筋皮肤上浮现出一块快龙鳞般的图案 手臂变成龙臂 双腿也变得异常粗壮 仿佛向腿 变成这个形态的沈洛 已经能够勉强抗衡此地重力尽致 一步一步朝暗桌那里行去 车青天四人看到此目 都是已经 可此地重力尽致太强 就算是寄出法宝攻击沈洛 法宝也会被立刻压在上面动弹不得 优全心中惊怒 可却无可奈何 沈洛一步一步前进 虽然行动艰难 却未有力竭的表现 很快便能走出这片重力尽致区域 沈小子 聂彩珠和开明天寿的情况不妙 快进来看一看 火灵子的声音突然传来 沈洛闻言一惊 急忙将神石投入逍遥境内 聂彩珠和开明天寿即便被转移到逍遥境里 仍然动弹不得 呆呆站在那里 那股音寒气息也还在二人体内涌动 逐渐侵袭进二人身体最深处 火灵子正围绕着二人转动 两手飞快掐绝施法 可没有任何作用 沈洛眉头皱起 他体内那个黑色种子 能吸收这阴寒气息 可他还无法操控此物 无法得空吸收 起码也要自己碰到二人才可 但现在的情况 就在此刻 聂彩珠和开明天寿体表灰光闪过 竟然浮现出点点灰斑 看起来非常诡异 这是什么 看到二人体表灰斑 沈洛大惊失色 法力凝成一道分身惊呼出声 似乎是魔毒 快将你那颗万毒混元珠交给我 火灵子眉头紧促地说道 沈洛没有迟疑 取出万毒混元珠扔进了逍遥境 火灵子低喝一声 催动骨悬心盘将万毒混元珠吸在上面 与此同时 心盘上射出一道道绿光 刹那间明成绿色法阵笼罩珠涅彩珠和开明天寿 这是古悬心盘上的一座绿华天宝阵 具有解毒功效 万毒混元珠此刻也浮现出阵阵紫色光滑 融入绿华天宝阵内 辅助法阵化解二人体内阴冷气息 可任凭火灵子如何催动大阵 涅彩珠二人的情况都没有一点好转 那些灰色斑点反而快速变大 很快爬满了涅彩珠和开明天寿的近半身躯 二人气息越来越弱 那股阴冷气息却逐渐膨胀 沈洛眼见此景 不再犹豫 他身形一晃 突然变成了一名干寿老者 正是鬼藤上人 双息一曲 扑通一声的归倒在地上 第1647章破解 优泉等人先是看到沈洛一动不动 接着又突然摇身一变成了鬼藤上人 都是已经不知道沈洛又耍了什么手段 与此同时 沈洛身影出现在逍遥境内 伸手抓住了涅彩珠的肩膀 催动右手法脉里的黑色种子 种子的一道黑色根须微微移动 刺入涅彩珠的身体 涅彩珠体内的阴冷气息顿时被快速吸走 身上的灰斑也飞快隐去 沈洛的左手同时抓住开明天寿的身体 黑色根须同样刺入紫兽体内 二人体内的阴冷气息很快被吸走干净 体表灰色斑点尽数消失 身体也恢复如常 沈小子 你用什么手段治好他们两个的 火灵子不胜惊奇 一件法宝 现在不是说此事的时候 彩珠 开明道有 外面形式瞬息万变 我无暇在此逗留 大厅内有钟力尽致 你们先躲在此处 适当的时机我会放你们出去的 沈洛快速说了一声 立刻离开了逍遥境 大厅地念上轨藤上人身形一闪 又重新变成了沈洛 可不得重力让他身形再度一颤 但又马上稳住 朝后面看去 厅内情况和之前一样 悠权 车倾天等人仍然坐在地上 没能挣脱重力尽致 沈洛心中一松 继续朝大殿深处行去 就在此刻 轰轰一声大响 后面的殿门应声正开 三道人引走了进来 却是乌罗 暗影战暴 玄火神居 三者之前大战的伤势已经进覆 乌罗的气息还暴涨了许多 赫然再度达到了太乙七 看到殿内的情况 乌罗三人都吃了一惊 车倾天看到乌罗三个出现 心中戈登一尘 乌罗三人和他是敌飞友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他看向灰色小塔 眼中闪过刻骨的焦躁 乌罗大人 是你 幽权看到乌罗 却惊呼出声 沈落也注意到乌罗等人的到来 更惊奇 幽权和乌罗竟然相识 要知道乌罗可是被关在这苍穹秘境 不知多少年的上谷魔族 难道这个叫幽权的骷髅 也是上谷时期就存在的魔头 哦 你是幽权 讲不到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活着 倒是其事一件 乌罗打亮了幽权一眼 面上也闪过一丝意外 乌罗大人 魔族大人知晓你并未陨落在当年的逐鹿之战中 这些年一直在派人寻找您的下落 能在这里遇到您太好了 如今三界动荡 正是我魔族付出之事 吃油大人和万千族人日夜期盼着您的归来 又全批了沈落和车倾天一眼 激动的传音和乌罗交流 吃油派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拿那个血色爪刺 魔族里什么时候多出这么一件宝物 乌罗听了这话 却没有感动之色 看向那白玉暗桌上的血色爪刺 似笑非笑地问道 那是魔族大人多年前炼制的一件重宝 被狡猾的人族修士偷走 魔族大人命令我们来这里将其取回 幽权眼眶内的绿燕微微一跳 说道 哦 是吗 我知道了 乌罗淡淡说道 看神情不知道有几分相信 沈落看得出忧权在和乌罗传音交流 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肯定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事 他转手不再理会 继续前进 眼见沈落越来越靠近大殿深处的暗桌 乌罗也顾不上和忧权谈话 拂袖挥出 一股白光飞射而出 进入淡金色地砖上空 这毫无重量的白光也被重力禁止影响 喷的一声砸在了地上 暴成无数白色残光消散 乌罗心下一沉 他的肉身之力同样不甚强大 他进淡金色地砖区域结果恐怕 河车青天 幽权等人一样 这是大玄金瓷吉利 暗影战报打亮殿内地砖 突然出声 你知道这里的禁止 说来听听 乌罗看向暗影战报 问道 我在天眼老人一本典籍中看到过 大玄金瓷吉利 史纳斯参物上股一块玄金原瓷神 被研究出来的 并非禁止 而是类似法宝的东西 这些淡金色地砖 便是大玄金瓷吉利的源头 每一块玄金地砖内 都蕴含金瓷重力 一块玄金地砖 散发出的重力或许不强 可眼前这座大殿内的玄金地砖 足有上千块 近千份重力叠加在一起 就是太已存在也承受不住 而且任何盾数都难以通行 唯有通过肉身之力穿行而过 暗影战报说道 那此神通可有破解之法 乌罗听的面色越发难看 问道 按照那本典籍记载 大玄金瓷吉利 原本要和另一门金刚不灭照 神通联合施展 才完美无缺 只是这里的玄金地砖上 似乎没有金刚不灭照 破解起来就简单了 将这些暗金地砖技术毁去就行了 只是这些玄金地砖异常坚固 想要毁掉并不容易 暗影战报 眼睛闪亮的说道 有破解之法就好 快动手 那审落距离白玉暗桌已经不远了 乌罗喝了一声 拂袖祭出两柄黑色骨刀 正是那对黑研磨刀 砍向玄金地砖 黑研磨刀刚斩在玄金地砖上 立刻被一股可不重力拉扯得砸到地上 发出当的一声巨响 不过 玄金地砖也被砍出两道细细的缝隙 乌罗尝试召唤魔刀 可惜双刀好像住在地上一般移动不动 他没有坚持 再度寄出一柄大锤般的法宝砸向玄金地砖 又是碰的一声巨响 玄金地砖上的裂纹加深了不少 仍然没有碎裂 一块黄砖法宝从天而降 散发出山岳般沉重的气息 借着玄金地砖的重力 比魔刀大锤更重的力量积在玄金地砖上 这块玄金地砖终于承受不住 彻底碎裂开来 地砖一碎 那股可不重力顿时消失了五成 剩下的都是附近地砖蔓延过来的重力 虽然仍然沉重 但乌罗的三件法宝勉强重新飞射而起 落入其手中 暗影战暴和玄火神鞠看到此幕 也立刻各自祭起法宝轰击地面的玄金地砖 虽然法宝遗落在玄金地砖上 在地砖为岁前无法重新祭起 不过三人都是真仙存在 身上都有好几件厉害法宝 足可支撑到击碎地砖 只听轰轰轰的巨响不绝于耳 一块块玄金地砖被击碎 乌罗三人飞快前进 这今天四人也有样学样 击碎身下的地砖站了起来 也朝前方前进 沈洛看到此幕眉头一皱 却没有和后面的几人一样击碎地砖 而是鼓足了全身的力气 加快脚步 第1648章神出鬼没 约末一刻钟后 沈洛终于通过了玄金地砖区域 最先抵达黑色暗桌前 身体顿时一清 所有重力尽数消失 沈洛深吸了口气 立刻扑向黑色暗桌 手中更掐绝一点 九道剑光托手射出 瞬间凝成一体 化为一柄火焰巨剑 狠狠砍在暗桌周围的白色光照上 光照向内凹陷了下去 却并未碎裂 沈洛眉头一皱 正要再施展别的手段 白色光照内突然传来几声低沉的雷鸣之声 立刻又化为轰隆隆巨响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从光照内森然散出 沈洛豁然变色 急忙停住身形 然后朝后面倒射出去 可谓等他飞出多远 数条水桶粗的白色电胶便从光照内轰然射出 打在他身上 沈洛双臂响也不想便朝前一挥 一道道粗大金雷脱手射出 瞬间化为一道金色雷墙和白色雷胶对撞在一起 轰轰轰的雷鸣碰撞之声响起 金光冲天 白光闪耀 让人难以睁眼去看 然而金色雷墙只坚持了半个呼吸 便被白色雷胶击溃 甚至还尽数吞噬了下去 几头白色雷胶身躯默然粗大了几分 继续扑向沈洛 虽然只是这半个呼吸的时间 沈洛已经反应了过来 挥手记起千斗金尊 一层金色光幕挡在他身前 和白色雷胶对撞在一起 他身上的软烟罗锦衣也蓝光大放 在金色光幕后形成一面厚厚的蓝色光盾 几条白色雷胶对着金色光幕口咬爪丝 身上白色雷光大放 千斗金尊虽然是防御至宝 却因为缺少九天金金 雷又彻底练成 金色光幕连闪几下后也吃辣一生击碎 白色雷胶体型缩小了小半 立刻继续向前飞扑 打在软烟罗锦衣形成的蓝色光盾上 软烟罗锦衣具有挪移攻击的神通 这些白色雷胶机穿进半光盾后 朝旁边一划而开 没有打在沈罗身上 沈罗松了口气 立刻拂袖一挥 一尊暗红色大印射出 瞬间变大到房屋大小 正是翻天印 流星坠地般狠狠打在白色光照上 白色光照承受九剑合一神通一击 已经呈现颓势 再受翻天印一击 顿时四分五裂 彻底爆开 那几条白色雷胶也随之消失 沈罗没有耽搁分毫 立刻再度朝黑色暗桌扑去 目光扫过桌上二屋后 拂袖射出一股金光 卷住那灰色小塔 那血色爪刺被金色断刃封印了 依然能感觉到那里森然的魔气 实在让他心惊肉跳 不敢随意将斩魔断刃取走 只听吃了一声 沈罗的袖袍好像受到万斤距离拉扯一般 不但金光席卷无功 袖子还被撕了一块下来 灰色小塔静静放在那里 晃也没晃一下 好重的塔 沈罗眉头一皱 催动逍遥镜收取小塔 一样毫无效果 彩珠 你用昆仑镜试试 将这小塔收掉 他脸色一沉 将涅彩珠和开明天兽 从逍遥镜内放了出来 涅彩珠在逍遥镜里的时候 就看到了外面的情况 不等沈罗说完便记起昆仑镜 一股黑光照住灰色小塔 小塔上暗淡的灵光迅速熄灭 眼看就要被黑暗之欲收掉 就在此刻 塔身豁然腾起一阵灰白光芒 其中蕴含许多灵文图案 形成一座灰白光阵 和周围虚空连接在一起 显然是某个神秘静致 任凭昆仑镜 黑暗之欲如何吞噬 都无法将其卷走 反倒是小塔下的那个黑色暗桌突然颤动起来 上面泛起倒倒幽光 和黑暗之欲彼此共鸣 这是黑乌精 我竟然走了眼 没能认出这么一件至宝 谁小子 快将这暗桌收掉 黑乌精是乌足神物 坚硬程度无与伦比 内部更预含凝炼无比的阴煞之力 是炼制乌气的顶尖材料 也可以用来炼制都天神煞大阵 这么大一块黑乌精 足可以炼制三面都天神煞大阵阵起 火灵子激动地说道 沈若正要尝试别的收宝之法 闻眼眼睛一亮 催动逍遥静翅光卷住暗桌 黑色暗桌倒是没有被射下静置 被逍遥静一下收走 灰色小塔和雪色爪刺顿时悬浮在了半空 却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沈若看到这个情况 面色一动 正要做什么 就在此刻 他脑海中突然响起火灵子惊呼之声 沈小字 小心后面 沈若心中一灵 虽然没察觉到后方异常 双腿还是星光大放 追云逐电靴也泛起雷光 整个人化为几道残影 朝前方几个方向同时射去 几乎在同时 他身后地面炸裂开来 数到金色刺盲爆射而出 精准地打在几道残影上 大多数金光都直接洞穿虚影而过 只有一道金色刺盲发出当的一声巨响 被一道金银挡住 正是炎烈的乾坤玄火塔 金色刺盲也显现出本体 却是一枚看起来异常锋利的金色短锥 表面影线细密的金色鳞片 乾坤玄火塔之后 沈若看着那枚金色短锥 神色微微移动 然后拂袖冲那里一挥 吃起顶纯阳剑化为大片纤细灵力的赤色剑气 一闪即逝地打在那处炸裂的地面上 贯穿出密密麻麻的孔洞 却没有任何动静 沈若眉头一皱 正要靠近探查 半空黄茫闪过 一道道灵力无比的黑色剑气 突然射下 上面缠绕着黑色雷电 虚空灯为之颤动 狂雷暴与斑绞杀向沈若 沈若正要出手抵挡 灭彩珠抢先一步催动昆仑境 一片黑暗笼罩住那些黑色剑气 所有黑色剑气立刻仿佛泥牛入海 消失在黑暗之中 黑暗之欲随即淹没了黄茫闪过之处 但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沈若心中一阵后怕 这个敌人当真神出鬼没 交手几个回合 连对方是谁都没看清 他突然想起一事 转身看向幽泉 乌罗等人 机人正快速击碎玄金地砖前进 距离走出地砖区域还有一段距离 幽泉 红枯 车青天 还有乌罗三人都在 唯独那个锦绣不见了踪影 难道是那个魔族骷髅 沈若心中念头电转的同时 脚上灵靴雷光大放 身体化为一道紫色雷电 摄像金色断刃和血色爪刺 一股金光更先一步卷向二物 既然已经有人来到这里 不管是不是那锦绣赶紧将此地宝物收掉才是正经 万一再有别人来到此地 拿到宝物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加小了 至于血色爪刺上的可不魔器 暂时也顾不上了 第1649章千军一发 然而沈若身形刚动 附近虚空拨动一起 一具黑色骷髅凭空出现 正是那个叫锦绣的魔族骷髅 手中持着两柄雷光闪动的漆黑长剑 好像两条火灵的剑蛇 交叉斩向沈若 果然是你 沈若瞳孔一缩 身形一转变从两道黑色剑影内射出 寄出乾坤玄火塔对准此骷髅狠狠击下 玄火塔骤然变大十倍 塔底更射出一片白色火柱 正是磁塔蕴含六丁神火 打在锦绣身上 然而锦绣身中突然浮现出 一柄黄黑色短尺虚影 散发出一圈圈黄色光芒 包裹住其身体 整个人凭空消失不见 刚刚那是缩地尺 沈若吃了一惊 立刻认出那黑黄短尺 正是当年在黑渊迷窟内 被那木箫抢走的两件魔宝之一 缩地尺乃是空间法宝 能够缩尺成寸 操控空间之力 大玄金刺吉利虽然能隔绝五行盾数 未必能隔绝缩地尺这等空间法宝 看来那锦绣是借用此宝 从玄金帝砖内飞射过来的 就在他因为缩地尺愣神的瞬间 身后虚空黄光闪过 锦绣再度鬼魅般闪现而出 两柄黑剑刺向他后心 当了一声金铁交接的巨响 开明天兽出现在沈若身旁 背后闪过一对蓝色羽翼 手中已经多了那柄蓝色羽纹长剑 帮其挡住锦绣一击 但是开明天兽下一刻神色大变 身体亮腔后退 好像喝醉了酒一般 面色也变成异常苍白 开明道友 沈若己守扶住开明天兽的身体 另一只手寄出玄黄仪气棍 污的一声扫向锦绣 虚空都被撕裂出一道黑痕 锦绣手中双剑一转 划过两道深寒湖光 斩向玄黄仪气棍 沈道友小心 这人手中的长剑有古怪 莫要和其交击 会被攻击神魂 开明天兽急忙提醒到 沈若眉梢一挑 玄黄仪气棍带横扫尾点击 妙道豪颠地让过了锦绣双剑的斩击 劈向对方的肩膀 锦绣吃了一惊 急忙闪身后退 然而沈若身上黑光闪过 一具黑色链尸飞射而出 手中也持着一对宽大黑色雷剑 两条黑龙斑脚杀向锦绣身体 锦绣正要再度催动缩地 持挪移而走 开明天兽突然张口低音 阵阵声波不断从口中激荡而出 锦绣动作顿时迟缓下来 眼看来不及挪移而走 哼 找死 锦绣大怒开口 声音清脆 竟然是女声 两顶骑形长剑蓝像黑色雷剑 哼的一声交击在一起 锦绣和黑色链尸身体各自后退 黑色链尸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似乎根本不受锦绣常见的影响 反倒是锦绣眼眶内的火焰一跳 嘴里发出闷哼 似乎受到了伤害 这句链尸正是 沈落用泰以修饰尸体链制而成 手中的黑色大剑是第一层 那具真仙后期眼甲人手中的阴雷之剑 锦绣手中的黑色旗剑内也蕴含着阴雷之力 可品质远不如链尸的阴雷大剑 黑色链尸得势不饶人 梁炳因雷大剑狂风暴雨搬斩向锦绣 剑影刚风交错 在附近坚硬异常的地面上留下一道道剑痕 开明天兽也发出阵阵声波 频频打乱锦绣催动缩地尺逃走之举 锦绣无奈只好迎战 被黑色链尸和开明天兽连手逼的连连后退 沈落眼见锦绣被拦住 再度扑向雪色爪刺 催动逍遥镜射出一道赤色光柱 卷住金色断刃 锦绣看到瓷目眼中惊艳大放 张口对着链尸一喷 两道黑光明成一只黑色巨口 竟然一下咬住黑色链尸手中的两柄阴雷大剑 黑色链尸汗勇无比 嘴里发出一声低吼 阴雷大剑上浮现出一道道张牙舞爪的漆黑阴雷 打向锦绣 但黑色巨口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巨大吸力 将黑色阴雷尽数卷住吞了进去 开明天兽眼见此景 手中蓝色与剑光芒大胜 无数蓝色光鱼打向锦绣 试图微微就照 可是锦绣竟然丝毫不理 挥手将掌中的两柄黑色旗舰扔了出去 流星般打向开明天兽 开明天兽吃过黑色旗舰的亏 急忙闪身躲开 而锦绣身体也被许多蓝色光鱼打中 身上海骨顿时被击断了大半 只有寥寥几根海骨还顽强地支撑着身体 锦绣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意 右手泛起浓郁黑光 往地面一拍 黑光没入地面 眨眼间形成一个黑色法阵 许多黑符纹在其中飘动 闪动着幽暗的光芒 锦绣另一只手翻手取出一物 竟然也是一个雪红骷髅头 和幽泉之前破开大门禁止的骷髅头一模一样 散发出吃油磨气 一把捏碎 骷髅头化为一团雪光融入黑色法阵 法阵内的灵纹变成黑红颜色 并迅极无比地扩散开来 玄金地砖上也被黑红阵纹覆盖 不知是不是因为吃油磨气 这些黑红阵纹竟然不受玄金地砖重力影响 而且还将玄金地砖重力遮盖住部分 地砖上的车青天 幽泉 木螺等人身体都是以轻 虽然和平常相比仍然非常沉重 却已经能勉强飞端而起 尽数朝里面飞射而来 这一连串的事情说起来复杂 其实发生在瞬息之间 沉落面色难看 却也没有试图阻止 法力怒涛搬住入逍遥境内 全力收射金色断刃 不管那灰色小塔和血色爪刺是什么宝物 都和他没有关系 只要能将这金色断刃拿到手 他便心满意足 金色断刃猛的一颤 似乎要消失在暗红光芒内 然而就在此时 一变凸起 下方的金色雷罩骤然一亮 一道道轩辕神雷急速篡动 抵挡住了逍遥境的收射 沉落忍不住暗骂一声 这金色断刃果然也被吓了禁制 看眼下这情形 要先将金色雷罩破开 才能拿到金色断刃了 然而幽权等人距离里面本就不远 此刻已飞出了玄金地砖的笼罩范围 这晴天 暗影战暴 玄火神鞠立刻扑向灰色小塔 而乌罗 幽权 红枯朝血色爪刺这里而来 沉落剑此一集 翻手记初翻天印 全力催动 大影呼拉变大到水缸大小 上面的灵纹技术光芒大放 化为一团闪动着骇人凌压的暗红光团 狠狠砸向了金色雷罩 第1650张背弃 助手 乌罗三人以为沉落要毁掉血色爪刺 虽然血色爪刺不会这么简单损毁 可翻天印散发出的气息实在害人 三人不约而开个子催动法宝 一个暗红战鼓 一杆碧力战旗 一块赤红如意电射而出 打向翻天印而去 结结怪笑之声突然响起 一道黄色身影凭空出现在沉落身旁 却是天煞狮王 手持一柄黄色宝扇 正是严裂的无尘扇 对三件法宝狠狠善出 一股黄色风暴呼啸而出 转眼间狂掌巨大化 化为十几丈之高的巨大风柱 一下将三件法宝卷在其中 无尘风柱威力惊人 大有天地变色之威 更有无数风润夹杂其中 虚空灯为之颤动 三件法宝顿时被吹得东倒西歪 随着风柱滴溜溜转动起来 翻天印没有影响 继续电射而下 狠狠打在金色雷罩上 轰猛龙 金色护罩轰然爆裂 一股狂潮般的雪红魔气爆发开来 将翻天印 无尘封住技术阵飞出去 里面九黎战鼓等法宝也四散而去 那截金色断刃同样被阵飞 翻滚着朝外面射去 沉落双脚的追云逐电薛雷光大放 整个人瞬间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金色断刃旁 两手各射出一道金光 照住金色断刃 乌罗 幽冥等人看到沉落的目标 竟然是金色断刃 都愣了一下 然后立刻反应过来 朝被同样震飞的雪色爪刺扑去 眼睛里都满是狂热之色 沉落没有理会其他人 将金色断刃拿到手中 此任一入手 他丹田内的斩魔残剑 立刻剧烈颤动起来 和金色断刃发出强烈的共鸣 此断刃果然是斩魔残剑的另一半 沉落心下大喜 张口喷出一股金光 将金色断刃吞入体内 也出现在丹田中 不过那十一柄纯阳剑悬浮在金色断刃周围 将其四面八方尽数堵死 此物意有任何不妥 十一柄纯阳剑的纯阳之力便会同时出击 将金色断刃镇压 丹田内的斩魔残剑金光大放 朝金色断刃飞了过去 金色断刃也朝斩魔残剑射去 两物坑的一身和而为一 断口处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化为一柄完整的金色神剑 空 斩魔神剑豁然腾起璀璨的金光 一股和纯阳之力非常相似 但又比纯阳之力精纯百倍的灼热灵力 从斩魔神剑内爆发 快速在沈洛体内流淌了一圈 这股灵力内蕴含丝丝金色雷电 正是轩辕神雷 而且比之前强大了数倍 不再是细不可查的雷丝 而是肉眼可见的金色电弧 沈洛全身经脉内寄宿的魔器 被崔空拉朽般击溃了大半 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与此同时 一股庞大的信息融入沈洛脑海 却是一门功法 名为皇帝内经 此功法异常精妙 丝毫不在皇庭经 是有五绝之下 而且此功法堂皇大器 乃是正道典范 只是皇帝内经并不以强大力量著称 反而更专注恢复 若将此功法修炼大成 则能够成就一具堪称不死的身躯 好功法 沈洛赞叹一生 却没有尝试修炼 现在大殿内还在争斗 参悟功法的事情还是等离开这里再说 抬眼朝前方看去 大殿内的争斗还在继续 灰色小塔那里 灭彩珠 暗影战暴 玄火神居 还有车青天围绕着小塔争斗不已 开明天兽也舍弃了锦绣 参与了进去 车青天和暗影战暴 玄火神居并未联手 反而如仇人见面般厮杀 灭彩珠和开明天兽互相协助 并未落入下风 颇为游刃有余 而血色爪刺这里 金色雷罩破碎后 乌罗 幽冥 红枯三人直扑那血色爪刺 三人中终究以乌罗实力最强 一把将血色爪刺拿走 然后一晃出现在十几帐外 仰头狂笑不已 乌罗大人 某祖大人言令不惜一切要夺回此物 立刻离开这苍穹秘境 属下有脱离此地的手段 我等一起离开这里吧 幽冥眼神微微闪动 开口说道 离开苍穹秘境 此地埋藏着无数仙人坟淫 宝物无数 如今我拿到这吃有骨穴所化的本命盛气 实力大尽 正要将此地宝物尽数取走 谁要和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乌罗哈哈大笑 你 幽权文言大惊 金黄至极的立鹤出声 可其只喝出一声便立马停住 朝周围其他人望去 似乎在担心什么 本命盛气 沉落听闻乌罗此话 在看到幽权的反应 眼神微微一动 这血色爪刺此刻没有了金雷禁止遮挡 气息彻底显现 魔气滔天 这种程度的魔气 他只在黑冤迷窟内的血色鼓掌 以及东海龙宫的血色鼓笛上见过 莫非那两件魔气也是吃油的本命盛气 看幽权的神情变化 这个什么本命盛气似乎关系重大 沉落拿到了斩魔残刃 原本打算先观望一下再说 既然这血色爪刺牵扯到了吃油 那便不能不管 乌罗大人 你此话之意 是打算背叛魔祖大人 幽权力声喝道 叫话 当年逐鹿大战 吃油早已抛弃了我 我为何还要替他卖命 乌罗冷笑出声 右手黑光闪过 戴上了血色爪刺 沼刺上的血光潮水搬住入乌罗体内 乌罗身体顿时颤抖不已 体内魔气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散发于外的气息也迅速增强 他的肤色逐渐呈血红颜色 随即整个人突然又快速变淡 似乎要消失一般 神小子 快阻止乌罗 他正在用那血色爪刺内的魔气 推动不死患灵觉修炼 多让其将此功法修炼大成 这里所有人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火灵子突然出声 沈落文言双脚紫色雷电立刻一闪 整个人凭空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乌罗身旁 施其丙非剑爆射而出 化为无数剑气展向对方 然而所有剑气都从乌罗身上贯穿而过 根本没有对其造成丝毫伤害 幽泉和红枯也记起金色战旗和赤红如意两剑魔宝 一片碧绿寒光和一片赤红魔火打在乌罗身上 可结果也和沈落的纯阳剑一样 从乌罗身上一穿而过 没有任何效果 哈哈 不愧是吃油本命生气 能让不死患灵觉精进到如此地步 你们这点攻击连我的衣角也碰不到 乌罗哈哈大笑 谢谢大家